西雅图是全美国最重要的咖啡城市 因为全球连锁的咖啡店 包括星巴克都在这边发迹的 不过呢现在却有来自台湾的本土咖啡品牌 巴蜀杜兹正式在西雅图插旗 打下了全新的里程碑 甚至融合了美国当地特色 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咖啡文化 因此东森新闻团队特别走访了西雅图 来探索这一段咖啡故事 人人都说西雅图这座城市多余又浪漫 如果说高耸的太空真塔 是这座城市的地标 那么咖啡香就是这座城市的味道 因为咖啡店在西雅图的街头与转角 几乎无所不在 西雅图人究竟多爱喝咖啡 就有这样的一句话 如果有一天这个世界少了咖啡豆 只有西雅图人会觉得无所适从 全球最大的连锁咖啡店星巴克 四十多年前就冲这里拔击 然而星巴克的成功绝对不是偶然 因为想征服爱喝咖啡的西雅图人 还要有十足的本事 但很多人都没想到 如今在这里也能看到台湾人熟悉的身影 七年的二月 道地的台湾咖啡品牌85度C 正式插起星巴克法基地 不只开幕地点 仅距离星巴克创始店 二十分钟车程 当天前来的消费者 更包含了许多主意 85度C以独创的海盐咖啡 在海外打赏了名号 让许多人为之疯狂 而这里的咖啡从采购到烘焙 其实都来自台湾 我们最会做的就是我们台湾的这些 面包 糕点跟饮料 那我们在当地如果有需求 我们会做适当的调整 但目前我们希望能够维持原来的口味 看就台湾口味 美国飘香 能成功掳获不同族群的味蕾 原因就是85度C 无论咖啡或面包都坚持原味 才能在2003年台湾创立后 短短几年内一举成为 台湾本土咖啡龙头 之后积极布局全球 直到2008年 更选在南加州尔湾开店 首次踏上美国 风靡各个城市 那真的很开心我们在美国的发展 除了受到当地华人的喜欢之外 也广为其他族裔所接受 靠着十年的酝酿 85度C不只在南加州 开设24家分店迅速爆红 还有德州休斯顿也开设大型的旗舰店 让85度C站稳了美国市场 进军下一城 不仅插旗星巴克的故乡 这间来自台湾的咖啡品牌 也雄心壮志的准备 进军美国动案 总共是对于美国的市场是 具有极大的信心 所以我们也在美国 德州投资了第一间中央工厂 那希望是可以在2018年度 跨展到纽约区域 我们也希望85度C可以全球 成为全球化的 国际连锁餐饮品牌 2018年85度C目标美国动案 商业大成纽约 更期待达成全球1000家分店的目标 打造真正的台湾跨国咖啡品牌 东森新闻 为宽罗瑞玲在西雅图的采访报导 特别 loin 我觉得有否美国诎似乎 非纪正约 Filip 满